欢迎收看快速玩游戏 这是一档面向所有人的游戏乐视忽略节目 本期游戏文艺补可分 那么接下来的话 我们已经打开了三个查克拉之门 之后的话就可以回到海港 再去昂姆那里 想办法回到须弥山 不过在这之前的话 首先我们还是有一些东西需要搜索的 那么在太库朗城里面的话 我们还有几颗舍利可以获得 也就是在我们刚来的那个入口的地方 首先的话这一处比较长的钉板 我们可以用猴奇弹簧直接穿过去 然后在上边这里继续走 这里的话都是回到港口的原路 在这的话就出现了分歧 之前的话我们在这里的电线上 这个东西我们是过不去的 但是现在由于拥有了淘气弹簧这个技能 也是我们直接能过去 过来之后的话 这里也是藏着几个NPC 不过他们的对话 似乎都没有什么特别大的意义 大概几张再看一下 你不能做到事情发生 你要主动去做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在这 好在这的话 首先开花 让这个带电的这个灯牌上面能够 就是我们直接触碰到它 然后上来 在这注意 先要用猴奇弹簧 砍墙往左跳 猴奇弹簧 这里注意 由于建位很容易发生冲突 所以不要着急 好 那么这样的话获得了一颗这个设立 17颗了 那我们这一期的话 大概能拿到第20颗 好 接下来的话在这里 首先是走这一侧 在这里放了一个开花 然后我们直接弹跳上去 往右走 右边的话是有这个长的这种钉板 我们直接跳过去 然后再往右 这里有一个敌人 可以躲开 打不打都无所谓 等会回来再打也行 这里这个正蓝的家伙 询问我们与马拉之间的战斗 那当然跟马拉之间的话 是没有战斗的 主要还是跟连之间 这场战斗的话 对他来说更有用 之后的话 我们把队伍换一下 把这个岩换成 这里把岩换成这个索兰尼 然后在这里 首先是力过来 在右边这里 先往右射一个开花键 然后再跳 然后利用这几个灯 然后之后扒在这里 往左边射一个 然后再往上 在这的话 又能拿到一颗这个设立 之后直接从左侧下掘 继续回到之前 那个分叉的地方 在那里的话 左侧还有一颗设立 我们可以回来 那这块的话 起码是跟你讲一样 组合是一个 这些游戏 一个这个 奥马中毒的家伙 再加上四个这种 碗里面的汤人算 这些敌人的话 我刚才有听特别好说 除了伤害稍微高一点 那么其他没听到 那么它的伤害高 更多的是在于 我们现在没有一个 比较高的防御等级 我们更多的是 把这个设立 用于了更加攻击 那么差不多的话 我们在下一期的时候 就可以达到 五级的一个攻击 那这样的话 就攻击充满 之后的话 开始先提一些 防御 游戏之中的设立 是绝对够的 所以不用担心 只要按照这个 视频演示的流程 去获得的话 那肯定是 其实这几个怪的话 雪也不是这么多 感觉起来掉 然后我们看 不然左走 左撞的话 这还有一些 那里的跳跃 相对来讲会难一些 可能是需要 多跳几次 那在这儿的话 由于冲刺 很容易忘掉 前面的这个钉板 也是直接扎上去 没关系 这块的话 也就是传回去 好 在这儿首先 先下到下边这里来 然后利用淘气坛黄 上来 这里注意 不要斧子砍 直接扶墙 踢墙跳 然后在这里砍一下 踢墙跳 如果这个就是会出现这种情况 就是 键位冲突的情况 那我们还是下来 重新跳一遍 首先是在这里 直接上来 砍 这个地上跳 到这儿 然后砍一下 上去 反跳 又来了 好吧 那么这块的话 就是因为我们反跳之后 由于要按住 左 左方向键 那这样如果攻击的时候 就是使用出这个长矛的攻击了 所以这个时候就很麻烦 我们斜下 他会使用长矛向斜下突刺 正确的应该是按住 左 然后分开方向键 然后再按下键 加这个攻击 我这个游戏的话 键位冲突这里 确实挺讨厌的 好 那么之后的话 直接往下走 回到港口 在港口与 在那里等待的宝斋对话 我们接下来就可以 直接回到港口了 回到港口城市 在那里的话 阿姆还在等着我们 在能夭生世界 没什么都不错 可以完整 你能够做得好 你可不可以 阿姆 我们回到 Marifa 和谈谈 恩 那么 在哪里呢 公室 当地的 辰聪明 吧 对 不 不 对 不吃那个 它是热烤的 不是 渴味道的 下了船之后一直往右走 就可以来到智慧之塔 在那的话我们将跟阿姆对话 同时是船送到洛汉 也就是须弥山所在地 我回来 哦所以这是项鲁 嗨项鲁 我们是Nuna 我应该帮你回到Kando 哦待会我们已经做到了 为什么你回来这么快? 失了你的身份吗? 没有 我已经完成了 我接近了所有的阶子 就像你说了 嗯 你肯定不似乎不似乎 但是我感觉更强 更强 我解决了很多问题 在路上 Dorani 你有什么要加到这些吗? 我也不肯定她也够准备 而且我不想她被伤了 我肯定 听听 你说只有我可以冲击Kala 对吗 我现在就够准备了 准备了 你能够等待待 一个人再做这些吗? 我认为我们没有 的缘 我现在将冲击你 我现在会冲击 你会冲击 你会冲击 在阳的阔子 走 你可不可以 你肯定是处备 你仍然有很多 要学习 我远远的 我会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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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会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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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括地 但 你会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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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那里 我会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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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会冲击 我会冲击 我会冲击 你会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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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 杨姆告诉我们 一旦传送到洛汉的话 就回不来了 要我们把这里 还没有完成的事情 先完成 不过没关系 我们这直接先去洛汉 因为这个地方 其实还是能回来的 毕竟我们现在 只解放了五个查克拉之门 就是包含洛汉的 这一个在院 一共只是解放了五个 但实际上按照印度教的 这种说法的话 是可以解开七轮的 也就是看到这有两个门没有开 那么对应的旁边的这些门的话 我们可以直接传送到 对应的那些城市 也就是我们不用去港口做船了 另外这个场景 直接掉下去的话 我们会折越到上边 在这的话 我们再进去之前 也是依旧会提示我们 如果进去了 就无法回头了 那这里的话 我们直接选择进去 只要站在门前冥想就可以了 你好 我們太好了,但是凱撒已有醒來,我們需要到 Sumeru 我們這位女兒,Ajna,心目愛不斷 我明白,這就是一件事 Lanshee! Kushi,那是你的牙齒嗎? 你給我所有的最好的物體 哦,Lanshi只居住在殿堂,他不属于任何人 我们来帮他跟我们 我恐怕之前你做任何事,你必须要看到项目在殿堂的殿堂 什么,我们不可以去Sumeru现在吗? 没有,他们必须要联系当时Sumeru是联系 拜托,来找 Padmas,他可能能帮助我们 好吧,好,如果你这么说 这边两条路都可以上去,我们选择从右边上去 之后的话,要跟上边所有的人对话 特别是三名有对话配音的三个僧侣 接下来的话,就是一段比较长的一个对话的流程 优优独播剧场 对,你认识我的名字吗? 我认识很多东西 那么你认识我们必须要走快速 悔悔,孩子 我必须要求一个观众业 如果你要跌倒下来,Sumeru 但我已经曾经到那一遍 什么事这次呢? 最后一遍,你去到Sumeru Kala was awakened,她不是吗? 好,是的,但... 我们必须要继续在这边 和你一遍 哇,等下,你只是离开吗? 让我去跟他们也讨论 你不能 为什么不? 因为那是我们的道路 和我们的规则 唯一,只能能进入 中心中的 这就是愚蠢 我挺愚蠢蠢 在任何方法 我只需要上去 这愚蠢蚂蚂 什么都可以问? 如果你不能 接下来这一单的规则 优独播剧场 一定会认识你 不值得的 Sumeru Ajna,让男人走 几个多分钟 不会让很大分 只是放松 但是,如果它 让一种大分 优优独播剧场 不愚蠢 如果你愚蠢 你愚蠢 愚蠢 你愚蠢 你愚蠢 从这些人 团队里面 这些人 是明确 你的头 是充满 的 优优优独播剧场 好 这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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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终一终一终的 所有的 他们都做了 有意义 确实 确实 他们会找到最好的 當然 他們似乎像傻瓜給我 大堆的知識 那麼…他們知道很多 無論如何,你不是要保護者, Zebe? 你不可以讓我們進去嗎? 這不是我的地方做的, 而且我長久了 我們坐在這裡做什麼 並且卡拉可以解釋世界 任何瞬間 既然我們沒有選擇 我們聊到這裡 可能他們會幫助你的心 好… 但只有因為你說的,Torani 我還要幫你 不想讓你走 我還要說 我還是想要走 你也會想要去 我還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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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秘密的秘密 很棒,話好 把房子脫下的屋子,不掩蓋你的心 不想任何事,忍不想和愉快 開放自己的屋子,使用那些屋子之中 我的屋子弄下了 好 好 复心 要解算你的屋子 在地宇宙的屋子 祖晕壳生活在山中 它不成功 拍心 那么跟这个人对话完算是完成了所有对话 右边的这条路的话暂时是一条死路 这个的话就是前往虚弥山我们的必经之路 不过现在门并没有打开也是出不去 然后的话如果你不确定跟所有人已经对完话的话 可以先来到下边 在这里就是我们出来的那个地方有那个看门的那家伙 只要他的脑袋上的这个对话气泡消失了 我们就算是完成了所有的对话 之后的话回往上走回到左侧 左侧有着一些这个双层的床的那个位置 这样的话我们就会出发急急 Ajna,你太过分了,你必须休息 但我要离开,现在 我们再重复这个在早上 清晰了 放开,Dar Razmi,说什么,她听着你 呃,追求你的梦,Ajna Let's burn this place to the ground Ah, fine,you're right Let's just talk in the morning Well that backfired You're not ready You're selfish You're not ready You're not ready You're not ready You're nothing 神秘的声音又再次出现了 之后继续往右走 一直跑到最右侧 这样的话就会触发我们与住持之间的对话 同样的我们会学会一个新的技能 新的这个跑酷技能 你会认识你那一位负责了Khalla 当你展示了这么多的她自己的功能 什么?怎么会你 我们人们 相同的保护者们 我们保护这个土地 没有时间让你决定是我准备 出发我的道路,或我会让你押忍 Ajna,不 我们必须要走 你不能抗亚一旦 你也想谈到谁我可以,我可以抗亚 正确,我不会让你做同样的错误我做 我追求命令无论的效果,然后看我去哪里 Dar,站住 那这样我们就学会了空中冲刺 在空中的时候按B键向前可以飞行一小段 注意达尔的这个障碍5 他的实际有效判定的话 比他的这个图像要大一些 我只能等待到它的变化最初吗 只听到什么他说 你现在是确认得负责 不要跟我说像我孩子 我来到这么远没你人 你来到这么远的帮助很多人 但你仍然还没有准备 你的身体是强烈 但你并不清理你的心 或你的心 你们人们想要死吗 你可不可以看到我做了这些人吗 你真是的 请问一下这真正的事 我疲惫的这些心玩游戏和拒绝 我走 现在 好了 我永远不能停止你 那你走 但你会必须生活在你的行为 我们的行为 我都很舒服 再见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阿依娜确实非常的不成熟 他已经被愤怒所掌控了 那么队伍的话 我们先按照现有的队伍前进 接下来的话 这块比较眼熟吧 这块就是我们第一次 拿到那颗设立的一个地方 好继续往右走 那回头路是回不了了 然后往右 这块的话会出现新的敌人 路上的敌人会有所发生改变 同时在跑到一段路程之后 就会触发这小段剧情 不管阿依娜是否成熟 是否能控制住自己的情绪 我们既然已经来了 那接下来的话 就要面对眼前所要面对的困难 之后继续往右走 那之后里就会出现这种新型的敌人 注意这一种敌人 他们平常就是刚进入战斗的时候 是处于防御状态 所以我们要抢先手 尽快制造成级杀伤 如果想对一旦恢复到正常的 一个战斗节奏的话 是要先对他们进行破防的 那这里要注意的就是 这个利兰尼的这一个蓄力的 普通攻击就消耗力一直的 这个防攻击啊 只能暂时性的破坏他的一个防御 但对整体来讲没有什么用 而另外就是刚才他那个脚上发光 这个技能实际上是能打到人的 不过由于这个吞加个子比较矮 而且这一个地形可以看到 是一个斜坡 他的位置比较高 所以刚才那招没打着 注意他脚上放出来的那些光芒 那个光芒是有伤害判定的 然后就是这一个还会像 还会像这个另外一招 之前也放下来 就是向前突刺 使用同样的脚轻攻击 然后再向上挑一下 这也是一个两次的攻击 那平常状态还会用他这个脖子上 的相似于胡子一样的棕毛 作为护盾 那一定要破防 好这边直接解决掉他 在这块的话又回到了这个须弥山 这里的这个谜题还没有什么解释 当这一关的话 我们整体来讲的话 并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变化 路线的话依旧是跟之前第一次来的时候一样 不过在下一期的话 我们就要出现新的路线 毕竟我们已经学会了一个新的技能 另外就是这一个敌人 他如果我们在远处使用弓箭射击的话 他是能用这个盾牌给防下来的 所以这边我们就直接使用冥王冲撞就好了 这个是一定能把对方撞入战斗 而且放成一个可观的伤害 这里要先解决掉一个 这家伙血量并不是很多 主要他的这个防御力量 还剩一个 看到没这个蓄力攻击并没有破防 只是并没有把他的这个防御状态给解除掉 只是短暂的对他进行一下破防 但是进入到下一期的话 他又恢复到了这个防御状态 好不过没关系 反正直接打风掉 另外就是从这块可以看出来一个事情 就是力兰尼的这个大风吹 它是不会产生灵力值的 这个东西的话 如果平常还没有什么 但是我们这一次来到须弥山 尽量要面对的是卡哈 这场战斗的话比较特殊 是不能让力兰尼上的 力兰尼上的话会对于整场战斗 会有会不是不是很好 会有一些就是比较麻烦的事情 不过这个的话 我们后面再说 到到那个boss战的时候的话 肯定也是会给大家解释一下 另外就是现有 由于我们已经比之前学会了更多的技能 所以剑位冲突的情况会更严重 就经常会发生像这种按错剑的情况 另外就是依旧和之前一样 虚弥山上的这一些这个地形啊 它的这个判定有点奇怪 我估计应该是因为它整个场景 其实是有点尾三滴 所以特别是我随着我们视角移动 可以看到一些平台的边缘 是会发生变化的 所以这个制作组在制作的时候 可能也是可能到这一刻把这个边缘 这个判定设定的就可能会有分数 这个里面也说一个提案发行 有关于这种平台跳跃类型游戏这个平台边缘 判定的设计上面的游戏 就是举另外一个例子 比如卫兰这个例子 虽然卫兰确实是一个手残不配件游戏 这个就是刚才那个脚上发光的技能 其实是可以打到的 主要是因为这个判定能力 还是说回到卫兰啊 卫兰虽然是一款手残玩起来会很痛苦的东西 但是它的设计者在制作的时候 实际上把它的一个跳跃时候的平台边缘 判定比我们肉眼能看到的不像 要大概大两到三个像素 那这样的话就会使得很多手 玩家会觉得手感很好 那这个游戏手感不好理 就是因为很多地方的这个平台边缘的判定 比我们看到的要小 好吧 那么这里大概特长完了 接下来的话会重新碰到这种鬼 这种就是没有身没有肉体的鬼 这家伙的话 它变成这种紫色 那当然全部也有所提升 不过由于我方角色的能力也是有所提升 所以其实大家都是一样的 好的 那么这一块的话直接往左走 右边的那个地方是进不去的 是条死 左边的话 这边之前我们碰到那种小鬼的话也变了 但依旧还是能力 攻击力也有所提升 那么在这一个薰尼山之中的流程 我们将获得25多设立 那本计划是获得到20颗 获得到20颗 这一个薰尼山流程是已经获得到25颗的 也就是我们可以在这个薰尼山打的 来到最上层面对BOSS之前 把攻击力升到5级 实际上这个地方的BOSS对攻击力来说没什么影响 好那么这都是后话 还是一样的 原路继续走 路上的敌人尽量的打一打 然后收集一下这种鱼 另外就是在这一个区域的话 后边你将会加入一个新伙伴 那只能说是伙伴 因为必须有营尽力 我认为我比较多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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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判定确实是稍有问题的 好继续往右走 然后在这儿先解决到这个地方 注意我们一定要抢先手 不抢先手这两个东西散开以后 他们血量还是要打一会儿 这个达尔的大地之力力出 他确实是高 好这波应该能打死一个 然后还剩一个残血的 这个上来补一刀 就不用这个蓄力的这个炼锯剑 直接大风车就好了 然后继续往右冲 在这块的话要小心一点 我们首先还是弹坑杆上去 然后扒墙 这里应该往左走一点再跳 应该就是往右退回一点 再往左跳 否则的话就会发生刚才那样的事情 跳一点距离不动 然后继续 又过不去了 好吧 我们再重新来一次 然后注意上边蓝丝在那里等着 对蓝丝的话就会在这里加入 另外左侧的话可以看到有一个蝙蝠 那个的话我们可以用开花键 把它变成一个垫脚的石头 来到左侧的平台 在那里的话也是有着设立可以进行收集的 不过我们本期的时间也已经差不多了 半个多小时了 那么好的 因为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观看 关注我 您还能看到更多游戏流程视频 您的关注和点赞 但是我制作视频最大动力 让我们下期再见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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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